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每次舞台的展现风格都不一样 可偏偏哪一种风格都模仿不来 真是呵呵了 他以为他是百变小王子吗 就他那歌喉明显就是故意不让人去模仿他的 名思说话还咯咯的笑 让我情不自禁的想要放上几秒跟着他一起愣咯咯的笑 他那些粉丝我得天哪 都那么的温文额雅 一点瓜都不吃 天天跟着周深一起傻咯咯的笑 真是受不了了 怎么办呢还编不下去了 就冲周深这一低调谦虚的行为 很难不让人喜欢呢 歌声呢既温柔又百变 喜欢他的人呢有很多 但挑骨头的也不少 所有人拿周深的性别说事 说他不男不女吧 声音也是如此 这就叫做罗白白菜 各有所爱了 有的人就喜欢这种中性化 干净纯净的声音 而有的人呢就是喜欢嘶哑 烟脏或者深情的那种声音 但周深的确是空灵带几分飘渺 而特别的渗入人心呢 为啥还会有人拿这个事说事呢 周深的性别都看得出是男的呀 给大家捋捋周深开始唱歌以来的一个时间线吧 让你具体感受一下他到底唱了有多久 周深大概在2010年18岁左右 就在网络平台上唱歌了 那时候刚去乌克兰读书 还没有经过专业的声乐相关训练 凭借着过人天赋和唱功音色 慢慢呢在网络上面小有名气了 网络平台唱了两年积累了一定的名气 但是呢也仅是在喜欢听歌的人里边有点名气 因为那时候啊 某外平台上面唱歌 听歌啊全是平爱发电的 没有现在的打赏也不露脸 2012年小有名气的周深 参加了一个网络歌手大赛 最后呢获得了全国冠军 大概也是这时候吧 被第一季中国好声音的导演组注意到 并且发出邀请 可是周深以为是骗子 居然没搭理人家 2013年 这时候呢已经转专业美声 学这个南高音了 第二季好声音导演组呢也邀请过他 但是因为不想再经历初中变声期 听到了这些侮辱性的话语 他又拒绝了 2014年的7月份 在乌克兰读大二的暑假 参加了中国好声音第三季 是周深正式在大众面前露脸 也就是所谓的出道日期吧 那时候他为了回馈胡敏言导演的盛情 真情邀请 那也为了参加节目露脸之后 有多点助唱正前补贴父母的机会 他终于说服了自己 站在了好声音的舞台之上 一曲欢迎既经四座呀 虽然是比赛结果不尽如人意 他出道前三年的确是薄红 可是人糊作品不糊呀 这些现在参加的大大小小的活动 获得了各种的想象 和参加的综艺就不细数了 百度百科里巴都列得很详细 这里巴有知名度相高的蒙面创将 猜猜猜还有中途夭折的外界小师傅 更有那些只有粉丝知道的小网综 商演舞台 但无论舞台是大是小 观众是多是少 周深这位歌手都在任人之间 兢兢业业业的对待每一场演出 每一次出镜 原因无他就是想要好好唱歌 唱好每一首歌 对着且请他的人和喜欢听他的歌的粉丝 2018年的周深发展是越来越好了 优秀的影视剧OST作品不断 人性也积累的更高了 或许此时在乐圈大环境里面 他不算红 但是在乐团音乐圈里 他绝对不是无名之辈 能力人品在业界口碑是有目共睹的 不然也不会有那么多的好的音乐人 和他合作了 作为重生的粉丝真的很省心 也很放心 因为他的人品性格实力 随便哪一方面都能够让人录转粉 这样的人不火天理难容 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 吃瓜不停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缤纷娱乐秀 如果你喜欢我们频道的话 请给出您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同时 不要忘了点亮订阅右边的小铃铛 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啦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拜拜